看著眼前的芒果 眼神流露出哀愁 最近的韓國瑜 真的需要出門走走 才第一個會期 就遇到表決難題 一百多位立委互相對壘 讓韓國瑜時不時 哀聲叛氣 五月二十八號 國會標決進入第四回合 只剩下十四條條文 以及一個張傑明 二讀有望順利通過 不過想進展到三讀 恐怕不容易 因為民進黨正式號召群眾 加入文攻陣營 然而葛奎 朱鎔泰也以指示政委研究 未來要提複議或申請示現 當然最終還得一三讀 通過版本而定 只是藍營突然喊話賴清德 比照二零一二年的馬英九 邀集在野 貢傷國事 國會改革的紛爭 這個還要總統雜貫 國會的事國會解決 但少數跟多數的衝突 暫時無解 我們下期見到